南京,简称宁,古称金陵,是江苏省的省会,我国的四大古都之一。 这里东靠紫金山,西长江水,得依山傍水之势,巨虎巨龙盘之姿。 历来都说,此地风水极佳,是能出帝王的龙脉之地。 因此,历史上有13个朝代都将都城选在了南京。 但就是这么一个风水宝地,却有着天朝第一灵异都市的称号。 大家好,我是王浩琪,2007年南京报纸上记载了一篇报道。 市民小金下班,开车回家,那天路上的车辆非常少,一路绿灯,小金开着车跟在一辆出租车的后面。 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,前面的出租车搜的一下就过去了。 这是一个钉字路口,而且是绿灯,于是他就跟着出租车一起向前开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,只听一声惊叫,接着就是砰砰,两声巨响,已经发生车祸了。 还好小金并没什么事,下来一看,前面一辆红旗轿车的鼻子被撞歪了,还有一辆宝马车的两扇门也撞得稀烂,相当于他们三辆车撞到一块了。 小金非常奇怪,这么一个钉字路口,大伙儿是怎么撞上的呢? 他向右打了一眼愣住了,这哪是什么钉字路口,分明就是个十字路口。 保险公司看到这种情况,一口咬钉着肯定是酒驾不肯赔偿,可验血证明小金当时滴酒未沾。 而那个宝马司机也一脸猛逼,他说出事前他完全失去了反应,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但是周围围观的路人却说,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已经发生过很多次。 明故宫西门口这个地方很奇怪,人在这里经常会变得稀里糊涂,当地人已经见怪不怪,甚至把这一带称为南京百慕大。 2006年一个夏天的晚上,明故宫附近发生了车火,有一辆小轿车的车头撞在了一个石狮子上,整车基本损毁现场十分惨烈,副驾驶上的一名男子已经没了气息。 警察来了后,十分奇怪,当时的车流很少,路况也不复杂,这车怎么会撞上明故宫的石狮子。 现场没有刹车痕迹,被撞的石狮子一块石屑都没掉,开车的司机却没了踪影。 后来,警察找到了这个司机,司机说车子开到那里的时候,发现自己的方向盘怎么也打不动,刹车怎么踩都没有反应。 在车子快要撞上前,他跳下了车,后来觉得这事情实在诡异就躲了起来。 如果你在南京找一个当地老辈人聊天,可以在炎炎夏日让你从头凉到脚,起到极佳的避暑效果。 那么,作为帝王定都常用的南京,怎么会有这么多诡异的事情呢? 有一种说法,就是因为南京的风水龙脉被挖断。 据说南京城有两条龙脉,一条源于喜马拉雅山,蜿蜒前行经过多个山脉, 在云谷山和牛首山的地方直冲南京城。 另一条源于南京和镇江的宁镇山脉,在南京的中山停留。 龙脉汇集之地,按道理来说对王朝兴旺很有好处。 但令人不解的是,只要把都城建立在南京的都是短命王朝, 其中最短的齐国只存活了23年。 而这一切的原因要从秦始皇说起。 公元前210年,秦始皇巡游天下,路过金陵。 方氏见南京城气势磅礴,有出天子的龙脉之气。 秦始皇听了后,就命人挖断了紫荆山的龙脉。 之后又把秦淮河的水引来,使之贯穿长江,彻底把这里的王妻卸掉。 不但如此,还把古称的金陵改为墨陵,意思就是魏马的草料厂。 自此,南京城虽有龙脉之气,却已经被破坏,导致在此地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。 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后,留下了一个名故宫。 他的儿子朱棣又把都城迁到了北京,才留下了200多年的明朝。 南京位于北纬30度的县上,这里的地脉磁场本身就很特殊,加上原本的龙脉被破坏。 另外,历朝历代建都在南京的皇室可没少杀人,于是一直都有一些离奇的事情发生,所以民间才有南京百目大的说法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,我是王浩奇,我们下期见。